哈喽大家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港股 阿里巴巴 9988 这位股友就说呢 他的上升的这个力呢 好像已经减弱了 momentum减弱了 这样 他的防守线在哪里 这个是真的 他真的是已经减弱了 他已经 他已经有几天 在这个200天均线 徘徊 没有能力突破 而这边呢 又有这个投马峰 也是没有能力突破 已经差不多 四五天了 通常四五天没有突破的话 很大机会呢 他就会开始回调 第一点 如果他有能力突破 这个肯定 就有机会继续往常重 突破200天均线 通常是一个 马路讯号 也就是不要卖的意思 如果他真的是回来 出现红色蜡烛回来 他的支撑 就是这个 我已经花了这个价钱 八十块左右 八十块 就是这个二十天均线 就是这个筹码风的指示线 也是这个很蓝支线 支撑 应该是可以守住 因为这边有蛮多的支撑线 在守住他 如果有机会在 八十块左右 弹上去 这个呢 是一个马路讯号 跌破八十块的话 真的是要考虑 马路去了 虽然这边的时候就应该买 但是如果 再一次跌破八十块 这个就是一个卖出现 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谢谢大家